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言它来的正是时候 也使得整个台肥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的过前高 17421 它并没有呈现了双倍零 它只有单倍零 而这个单倍零 就是来自于KD指标 它并没有去做过高 但我们在这种过程中的台肥股市 在今天里面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整个集中市场 因为MSCI季度的一个调整 它去拉了这一类型的个股 大家说好奇怪 每一天在盘中里面来讲话 大家说台积电不是 下降的全值是最大的吗 那怎么会去拉尾盘呢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 跟整个盘中的走势 是有一关系的 其实台肥股市在今天里面 盘中一直在下跌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发觉到 期货市场它的强度 它是高于现货市场的 那就代表说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从感恩节之后 到新令年 其实外资并没有办法 它大举的 大举的进出台肥股市 所以它现在里面来讲话 它就基本上而言 它就属于配对式的一个交易 在配对式的一个交易的过程之中 尾盘它就刻意 一声 你看 574到577就30点 你把63扣掉30点 台肥股市基本上今天 其实没有什么波动 OTC就是没有波动 集中市场它也是没有波动的 那一直到尾盘 它这样的一个放量的动作 为什么说 也算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在之前里面 昨天的一个过高 它量跟KD指标 它是双倍零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它KD指标是交叉向上 可是它的量出来之后 它虽然没有过高 但它只有一倍零 一个背零 也就是说它不是量跟KD指标 同时的背零 那这样它就没有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可是我也讲过 我现在跟你讲的技术分析 你要看主角是谁 假设主角是来自于新台币的升值 那这个过程之中 你可能就要留意 被动型的基金 没有在管你的一个技术面 可是如果现在的主角 随着越来越接近 所谓的耶旦节 到新里面 外资放假就真的是放假了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内资为主角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回归到 所谓的一个什么 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在这里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了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我在之前就在这个节目讲过说 市场上面比较担心 它是斜二第五波 因为出生段主生段它涨过之后 它有个中段的整理 这个中段的整理 就是ABC的一个修正 现在再涨上来 我之前都已经预告过 我说17463会过的 大家就看现在的架构上面 之前涨多的电子个股 是斜二的第五波 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投机 我说其实这个部分 你只要把它结构稍微去调整 它调整回来之后 其实它就不会形成了 所谓的邪二第五波 它只是延伸波 它就变成是延伸 持续的延伸波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可以问大家一件事情 是所有的股票 都已经有出生段 主生段 中段整理之后的扩延波吗 并不是 我说这个部分 就是随着台北股市 整个AI三部曲 我说从AI伺服器到ASIC AI晶片 再到最近里面 大家已经开始 我们说12月份 它其实就是做梦的行情 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台北股市在今年以来 它这个时间点 它任何的时间它都提前 所有的题材都是提前 就过往要反映2024年的一个EPS 2024年的成长性 在今年里面 它其实第三季就在走了 AI伺服器就是 第三季就开始在反映 再过来整个一个ASIC的部分 里面来讲的话 IP服务公司里面 第四季更是爆发的不得了 到了所谓的消费性的一个产品 今年其实不会来 大部分的消费性的产品里面 来讲的话 会到明年的第二季以后 它才会有比较大的成长性 甚至到2025年 它才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可是你们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 只是一个报价的落底 它就使得消费性的产品 从我过去跟大家讲的 你如果错过了记忆体 你一定要去留意的 就是被动元件 再过来说 你错过了被动元件 你要留意的就是NV 那整个一个所谓的 中国智慧型手机 它就跟如同在之前里面 深层时的AI是一样的 它是横空出世 就大家都没有想到 整个华为 它可以利用那么多年的时间 它去囤积了 它的一些的晶片 然后再利用那么多年的一个时间 中国大陆扶植出来 整个一个中心 它能够完成了7nm 那7nm就是现在 台积电有很多的产品 也是在7nm 5nm的部分 可是到了明年 就会进入到3nm 那个时间点又不大一样 那就是另外一个赛局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预告说 在最近里面 你一定会发现到 它是一个传经电 它轮动的格局 你只要AI会动 电子资金比重 就会上到7成 因为很多人这样冲 冲 杀 我说我们全世界里面 大概只有台湾鼓励当冲 那没有办法 我们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 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会看到 满天里面来讲 都是小星星 满天都精条 满天都精条 买什么不满条 那原因就是说 你今天里面看这个涨 你明年会看那个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中 到底该如何的操作 那我等一下里面会跟大家讲 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叫M型化的社会 对不对 有钱的人很有钱 对不对 穷的人很穷 这个叫M型化的社会 那我说现在台北股市 它也很流行 叫M型化的操作逻辑 什么叫M型化的操作逻辑 我等一下里面再跟大家 一一去做一些的解释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我说MSCI季度的调整 它来的正是时候 它没有像市场上面担心的 台电一声被杀下去 那这个时间点 它反而台积电的拉尾盘 那配合到MSCI季度的调整 它这一根量是这么的大 它打破了双背零 有的过之前的一期 像昨天过 过了它是双背零 所以它就拉回来 那你今天再过 因为最后一盘是有量的 我说技术面没有再跟你讲说 今天是MSCI季度的调整 所以它尾盘有量 去化解了双背零 没有这些事情 就像你在看外资里面来讲的操作 它有在跟你谈什么 KD指标交叉向上 你要做多吗 没有 它就看你新台币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个人认为 我的操作的逻辑上面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去认同 整个台北股市 我在之前就说16382之下 你偏多操作 16382之下 你买股票 你就是对的 那你买它就分从两种模式 就是像现在的一个M型化社会 一个你选择强横强的模式 一个就是什么 你播种 你手的云开 见月明 我说你只要去选择 基本面好的个股 有时候大盘 它只是一个流年 你本命好 你有业绩 你有基本面 它总是会怎样 还你公道 开花结果 你看从被动元件以来 到整个一个 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NB的个股 是不是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台北股市 我认为现在慢慢的 涨上来之后 你要保持一定的一个概念 只要你的KD指标 还没有修正到相对的低点 你这个时间点 你就是要保留一些的现金部位 以及你的一档的个股的资金 采取切割的方式 你不要一次买满 因为在最近里面的台北股 是不是这么好做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都是眼睛在看什么 这个涨 那个涨 这个要追 那个要追 它不会选择落水3000 落水3000 我只取一瓢瓶 很多的好股票 都是要默然回首 因为你在当时候里面来讲话 你会迷失在什么 迷失在盘面里面 指数的涨与跌 对不对 在当时候里面来讲话 在16382之下 蜀方开始在做多 还有有人说 你买那么多股票干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里面很多人就说 蜀方说 你要保留现金三成 你保留这现金三成是干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它轮动得很快 它的涨多 本来就是随着位阶的不同 状况的不同 你要保留到不同的现金部位 以及你操作的模式 如果KD指标是在低档 16382之下 我说你买就对了 对不对 你现在KD指标到高档 你一定要提防什么 涨多之中的震荡跟压力 这个是你要留意的 目前它只有涨多之中的震荡跟压力 这个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你还是要保留资金 采取切割的方式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我就说你可以观察 今天的AI相关概念各国有表现 又拉起来 电子资因比重就会冲破7成 可是开盘很容易过热 每一次都这样子 一下子过热80 它就掉下来 过热区它就掉下来 回稳以后 AI又开始往上带之后 又回来了 都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方式 是不会变得大概就是传经电的轮动 是因为新台币实在是升太多了 它没有办法让收美元的公司 也不是只有电子个股收美元 万一很多的传产个股是收美元 毛利率又很低的话 那我跟拉讲比电子个股更惨 你了解我意思吗 很多的传产业 我们台湾就是导国经济 很多也是都是外销的国家 它如果收美元 它毛利率很低的 这个部分你要自己留意 我觉得电子占7成以上 假设你是做短线的人 你当然大部分的个股 就是应该做电子 电子在6成到7成 就是传经电轮动 我认为它会轮动 轮动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 在这个新台币上面的问题 那6成以下才是非电式主流 那我觉得目前不是 目前只有是6成到7成 那你就是7成的电子 3成的非电 我都讲得很白 传经电轮动 那7成以上 那电子就是主流 8成以上电子是过热 那如果是7成以上的电子 到8成之间 那你大概9成的股票 是在电子个股 那我现在会建议7比3 会比较好 那新台币的升值 在昨天里面是新台币升值 那外资有齐选线同步偏多吗 答案是并没有 对不对 它昨天里面来讲话 现货做多 期货偏空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它要重步的偏多 才会有利于指数的上攻 但我觉得这边有点困难的原因 是外资在轮休 还是会下 外资还是会下单 只是它会透过香港的那部分 去下单 那类资力量 能不能够去做抬头呢 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这要去做留意 那我跟大家讲过 基本上而言 所谓的延伸波也好 扩延波也好 基本上全子股 我说0050的成分个股 它会有表现 但它是稳盘 大部分都是什么 中小型的个股 它的表现度里面 它会比较好 这是观众朋友自己留意的 那在今天里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提醒观众朋友 那我们在之前就讲过说 梦想启航的计划 就是要趁着 台北股市的拉回的过程之中 震荡的过程之中 去选择个股 那这一次里面 我们也布局到了 到今天为止 大概都赚钱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鼠方说的跟做的 基本上是一致性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要提醒投资朋友 也感念投资朋友 陪着鼠方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梦想启航的计划 在今天里面 我们要正式性的结案 这个已经无关乎 17463会不会过 差这个几十点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这个关乎在 你如何在这个时间 台北股市已经涨 这么多的过程之中 鼠方要让你什么 进退有据 买的比较安心 放的也比较放心 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要跟着我卡位 2024年业绩成长个股 提早去做卡位 那你这个时间点 已经不用去管 17463什么时候会过了 你要管的是 你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 跟着鼠方我 会期从三月份才起算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在盘中上面 全新的投资组合 跟着鼠方去做操作 所以你要先行 会期还没有起算之前 跟着鼠方先操作的 投资朋友 等到三月份才起算 会期的观众 那在今天里面 梦想起航的计划 正式性的结案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你就在这个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线上助理 去做联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最近里面 大家都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 它往往说 有时候 今日的强势个股 它会是昨日的 应该是说 昨日的强势个股 会是今日的 整个弱势个股 今日的弱势个股 搞不好又是 明天的强势个股 就是它的涨与跌之中 它的变化是很快的 我说满天都是小猩猩 在这种过程中 你只能够去抓 北斗七星 因为北斗七星 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看得到它 你知道方向到底在哪里 不然你下这边闪一下 那边闪一下 不然你怎么样 就像我们在今天里面 我们看这个电脑 大众 像大众是不是昨天 就是大涨的 金向光也是昨天大涨的 整个一个星顶 也是昨天大涨的 整个华星客也是 今天就拉回 那拉回如果去判断 这些个股破也不破 那你就看它 有没有跌破重要的支撑 有没有破大量区间 有没有跌破轨道线 没有的话 你不用过度紧张 也就是说 你把北斗七星抓住 这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有没有转弱 那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传经电 它是这样子的轮动 昨天很多传产在跌 今天传产又涨 很多电子个股 昨天涨 今天就跌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的股票 你就要看它的位阶 我说M型化的社会 我说台北股市涨了1000多点 其实我很清楚 在当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 台北股市历经一个中断的整理 它本来就会过前高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很踊跃的 从10月份以来 我说10月份就是衔接2024年 最好的买点 那你错过了 那没办法 那就是11月份 就趁着涨多之中的震荡去做压回 可是就会有观众朋友说 可是老师 这台北股市没有修正的很多 怎么办 所以它就出现了M型化的社会 M型化的社会就会有M型化的操作 就有些人他这个时间点 他才想要去介入台北股市 他愿意去帮人家台那高高在上的 右上角个股吗 不会 那他就会去选择打底完成的 那台币又持续的升值 那你就必须选择 未来慢慢报价去做落底 可是它的毛利率很高 只要景气一回来 它的获利就会回来的 我说因为12月份就是这样 它很容易去反映未来性 未来性 那我讲过了 这一档各个上面来讲的话 他已经说他看到隧道的曙光 他有非常多的一个新的产品 譬如说DDR5 PMIC 他以前没有在做这个的 DDR5 或是他有去接到手机的订单 那明年里面来讲的话 是24块钱 那像这种个股 它就是横盘横盘在那里 还没有涨 那你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创高之中 它其实形成搭毁 没有涨的股票你在怕什么 就没有过度的一个担心 那另外一部分 我再昨天就讲了说 因为被动元件为什么涨 被动元件里面的报价涨 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太坏了 坏到整个 譬如说你的电器用品 坏到里面来讲的话 价格跌跌跌到 这个价格我不卖了 就价格跌不下去 再过来就是车用 车用需要的被动元件 是要越来越多 所以被动元件就上来 那你就要去想那车子呢 车子最重要的是跟电有关系 那今天有人就去买电池 我告诉你 现在的电动车 你千万不要乱买电池股 为什么不要乱买电池股 因为特斯拉有特斯拉的 中国有中国的 欧美有欧美的 将来到底电池要用什么 发展成什么 不知道 因为电动车里面 它最重要就是充电桩跟什么 跟你充电的时间 你要15到20分钟 你站在那边 单和C 所以电池的股 我会不会建议你买 但是跟电有关系 电动车就是要跟电 有关系你自己留意 所以我之前就讲说 从被动元件 国具的一个大涨 以及集团的一个作帐 那你就要留意 那我就说副顶 既然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国具也好 或是整个一个鸿海也好 尤其他们设立一家投资公司 设立一家投资公司叫国创 国创如果用82.48来买副顶 我就说就我个人 今年只要赶私募进去买 因为私募是不能卖的 他买了三层副顶 这三层的股票 就不会在市场流通了 就不会流通 那他股本就变很小 那第二件事情 我就跟大家讲说 6679的玉泰 6679的玉泰 它凭什么从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可以涨到450块 可以涨这么多 或是在最近里面 从200多块 100多块涨上来涨了一倍 就是联发科入主 所以涨了一倍 那我说整个366亿四星 是不是伪创用144多去来买 那有没有一倍以上 那假设这样子的话 那富顶你就知道 反正有大股东在那边垫着 是82.48 对不对 那你现在股价 我当时候在讲的时候 大概八几100块附近 那你就知道 那你的资金上面的切割 在这一档个股上面 的风险很小 那再加上什么 它是MOSFET的 而且大家知道吗 碳化系是二极体 SIC是最难做的 汉磊再怎么样 跌跌跌跌 它只有赚0.2左右 你来看 0.29 不到三毛钱 它可以70几块 那整个一个附顶 已经在鸿海日里面来讲话 它发表出来 SIC碳化系的一个产品 你觉得它价值多少 这就是你要去了解到 而且MOSFET除了用到车用 NB绝对要用 绝对要用 这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你看维新也是 我说我在这个节目 我才不会像别人说 哪边涨就讲什么 我当时候跟大家讲的维新 150 160几 170 我就说就在这里 你们为什么不要 你怕技嘉就算了 怕所谓的波动大 这个有价值投资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不要 今天到187 电视上都在讲 国据600块钱大家都在讲 华硕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340 350 360 涨到最高涨到405 每一个人都在讲 新唐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投资 130几 120几 你去买新唐 涨到152 你要选择哪一个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所以我说我在有时候 在选股的时候 我有考量过很多的事情 我当时候在讲这些个股 你自己回头去看 鼠方的股市全方位的节目 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它涨上来了吗 没有吗 国据400多 维新来讲的话 大概只有150几 160几 对不对 华硕里面来讲只有340 我说这就是选股 我说我从来不是为了 在这个节目里面 每天去讲涨停板的股票 我说每天讲涨停板 我今天就把涨跌幅里面 盘盘前面的个股 拿出来讲就好了 对你而言没有帮助 对我会言而言也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在最近里面来讲 都是选择低位阶的个股 就像之前里面 我就跟他讲说 一定会上1000 跌破一些我还是告诉你 会上1000 有没有来 你说今天最高107 已经接近之前的历史新高 那就随便你了 你看我的节目应该都赚钱 他今天是创近期新高 你自己了解 我们做了M31里面几次了 这你自己留意 四星也好 创意也好 资源也好 我们都有做 还有什么精心科 这都你都很清楚的 我说下一个很有机会的 我说过是这一家 因为它以后会有机器人的概念 而且它的第四季的营收 我之前是不是跟他讲 第四季营收比较好的 就是秦城跟窗户 整个一个AI的部分里面 你看它过高了 它过高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自己去留意 我说未来里面来讲 从7奈米到5奈米 到3奈米 利多的个股上面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整个一个所谓的传产个股 你就去留意的 就是奥运概念个股 所以在今天里面 梦想启航的企划 感恩有投资朋友的相伴 在今天里面正式性的结案 你要享受最优惠的价格 会期从3月份才起算 但是你的操作 不用等3月份 先跟着鼠方在盘中的操作 会期我们从3月份才起算 最优惠的价格 你就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感恩 梦想启航的计划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提供注签 Tibj 中文护 根志